若是问起我国最想修建哪座跨海大桥 大多数人会不假思索地答到 台海大桥 其实 修建台海大桥的方案在几十年前 就已经提出来了 虽说人们一直没有确定它的修建时间 但显然 这个计划从未被搁置 台海大桥 顾名思义是一座连接了台湾的大桥 正因为它有着非凡的意义 所以我国在建造之初 就考虑了很多方面 但事实上 这并非是我国第一座连接台湾海峡的大桥 因为之前 我国第一次骑机下 就已经在平潭岛上建造了一座 连接台湾海峡的大桥 可以说 直通台湾不是梦 因为中国又一座跨海大桥完工 并且已经在最南端预留了台湾大桥的借口 网友也纷纷表示 懂了 未来这里将要直通台湾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 它的终点距离台湾新竹 只有68海里 相当于126公里左右 显然它拉近了大陆与台湾的距离 扶平铁路也因此成为了 我们的大陆离我们的台湾最近的铁路 这么看来 中国人的字典里似乎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说的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 它是从长乐市松下镇穿越平潭海峡 然后经过几个小岛 最终到达平潭岛 这座大桥全长仅16.3公里 远不及港中澳大桥的50多公里 但它的确是我国修建难度最高的跨海通道 建设最长的跨海大桥 港中澳大桥 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然而国内的这座平潭海峡大桥 它的困难程度丝毫不亚于港中澳大桥 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地理位置 我们知道福建作为离台湾岛最近的省份 一直有着对台窗口一称 福建平潭县则是我国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 平潭是中国第五大岛 福建第一大岛 平潭岛的旅游景点包括三十六甲湖 石碑阳礁 仙人井 另外有龙凤头海滨度假村和台南湾海滨浴场 平潭这个地方 其实也是世界有名的三大风口海域之一 它有着风大 浪高等特点 据统计 这个地方每年六季以上的大风达到三百天 最大海浪约六米之多 曾被人们称为建桥禁区 因为它的建设条件 远比建成的东海大桥 杭州湾跨海大桥 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港中澳大桥更恶烈 尤其是这里的波流力影响 它几乎是常规长江等内核桥梁的石碑 所以说要在这里建造大桥 其难度和风险更大 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也就是人们想要在这里修建跨海大桥 就必须要克服海浪 以及大风天气 对桥顿带来的侵蚀问题 如果说人们只是要在这里建设 简单的公用大桥的话 难度其实也不算很大 但问题是平潭跨海大桥 需要考虑到未来跨越台湾海峡这一点 也就使得建造铁路一事 显得难如登天 况且人们还要在环境 如此恶劣的海域上修建铁路 所面临的难度就更不用说了 然而 这些事怎么可能难倒基建狂魔呢 2013年 平潭跨海大桥开始动工了 工程师们先在海峡上修建了一座战桥 以此方便施工人员 在进行作业的时候 不必遭受海浪和大风的干扰 人们还为此专门投下3.4亿 打造了一个巨大的剑桥利器 有了它 人们在修建大桥的时候 就方便了很多 六年的辛苦建造 最终在2019年6月5日 最后一块钢横梁 驾驶在了指定的位置后 也就意味着 平潭跨海大桥基本完成了 剩下的就是做一些完善方面的工作 当被誉为 中国最美海上高铁的浮平高铁通车 就可以坐着高铁 跨越海洋去平潭岛了 有资料显示 这座大桥总共投入了121亿 先后需要的钢铁数量达到了30万吨 水泥约为266万吨 事实上 这些材料足以建造8座迪拜塔 这座大桥的下层 是一个设计时速 约为200公里的双线一级铁路 上层是设计时速 达到100公里的双向6车道公路 在大桥建设之际 从工程师们先进行的安全评估结果来看 他们共总结出了96个典型的危险源 这些都是难题 如果说若不是考虑到连接台湾 或许人们还真的会建议 放弃修建这座大桥 虽说扶平铁路自福州站引出 然后向东南经过福州市的常乐区 以桥梁跨越海滩海峡至平潭岛 线路全长约为88公里 但这条铁路的意义绝对非同小可 在我国八纵八横的高速铁路网规划中 有一条纵向的高铁叫做金港通道 它从北向南由北京出发 经熊安新区 衡水 河泽 商丘 富阳 到河飞黄港 之后向南分以下两条支线 一条支线是金港高铁 目的地是香港 另一条支线是金台高铁 最终抵达的目的地是台北 而我们说的扶平铁路 就是金台高铁在大陆侧的最南一端 有人说 平潭海峡大桥是一项超级工程 建成后福州将与平潭形成半小时生活圈和经济圈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人都选择在这里通行 它也成为了连接台湾的第一座标志性建筑 总的来说 这项工程的落实 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发展 另一方面则是对台湾地区的那份特别情怀 以上这些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当然 你们的每次点赞转发都会加快我的更新进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